警务处处长萧澤宜说 在旺角安装的15组闭路电视镜头 已经协助侵破6宗案件 又说会加强情报工作 确保回归庆典顺利举行 还有个几星期就到7月回归27周年 警务处处长萧澤宜说 会加强情报工作 有足够警力 确保庆典安全和顺利举行 他说社会现在相对平静 但仍然有暗流涌动 有任何人企图去作出任何的煽动行为 企图去做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任何违法行为 我们一定会果断执法 特别是在情报工作那方面 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一直在加强我们的情报收集 有任何人企图去破坏国家安全 破坏香港的秩序 希望大家尽快报案 萧澤宜有提到会加快在全港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 第一批在旺角安装的15组镜头 计破获管有仿制枪械和行劫案之后 在上个月再发挥作用 另外也有三宗案件分别是两宗车内盗窃的案件 以及一宗炸弹核核案 我们未来会加紧加快去安装在其他区域 安装更加多的CCTV 希望能够做到防罪灭罪的效果 本港今年头五个月有近三万七千宗罪案 包括一万五千多宗骗案 按年轻微下跌 不过它提醒市民减冒内地官员的骗案回升 当任何人士声称自己是内地官员 跟你去调查一宗案件 大家可以即时收线 无需再跟他谈 无论他有多少你的个人资料 大家可以即时收线 因为内地官员如果要向一个香港人 去查任何的刑事案件 他们都会经过香港警队 不会直接打电话给你 他说假扮克服的骗案 今年都有明件上升 呼吁市民要多点留意防骗宣传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期报道 打电话